我给大家讲参考系和坐标系 我们参考系和坐标系什么呀 我们先来看参考系啊 参考系是为了研究物体运动而选取的作为标准的物体 那么这个概念都该很陌生吧 我们在初中也学过一个很类似的概念是什么 初中跟它很类似的概念是什么 FF主题很棒啊 对参照物对不对 对了参考系和参照物 我们在高中这段可以认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 那么他们两人虽然说差不多 那到底差在哪呢 那一点差别是什么呢 参照物啊我们一般是一个物体 而参考系呢它是一个物体系 你比方说我们可以选择大地作为参照物 那么相对于大地静止的什么山啊 树啊楼房啊啊 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你选了他们 你再去描述另外一个问题的运动状态 有区别吗 他们选择了大地 选择了相对大地静止的树 山大楼 有区别吗 我们说没有区别啊 那么这时候呢 那我们就把大地以及相对于大地静止的山树楼房 把它们称之为一个什么呀 称之为一个参考系 所以参考系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组合啊 那么我们选了参考系当中的任意一个去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的时候呢 它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啊 当然我们也很少呢 就就是一道题当中你选一堆啊 然后这个参考系呢 你们在高中阶段完全把它等价值参照物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明白了吧 好 那么参考系呢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学们 我们说有这样一句话啊 叫做这个运动是相对的 静止也是相对的 同学们 你们说这个话对不对 运动是相对的 静止呢也是相对的 对不对 运动是相对的 静止力是相对的 当然对了 因为我们要说一个物体运动 它毕竟是相对于另外一个物体而言的 对吧 你看前面啊 咱们说物体 我们研究机器运动是物体在空间中随时间的这个位置变化 那么这个位置变化 也相对于另外一个物体而言的 它就得先选一个参考系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运动状态的描述啊 都是相对于参考系而言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运动是相对的 然后静止呢 也是相对的 你比方说 最开始的这个日新说 它是以太阳为参考系 以太阳为参考系的话 那么在我们脑海当中 我们的运动模式 如图所示 大家一起爱的牧利转圈圈 对不对 然后再看右侧啊 那么如果按照 D新说来去看我们的整个这个太阳系 那么这时候我们脑子当中出现出来的运动状态呢 就是我们右边这个D新说的这个图的啊 所以你选择参考系不同的时候 那你的运动状态呢 往往就会不同 所以你要看到物体运动状态描述的时候 一定要先要搞清楚 参考系是谁 相对于谁而言 对吧 比如说老师 我今天是静止的 躺床上一动没动 我现在听直播课 我也是躺床上一动没动 那你是静止的吗 你是静止的吗 地球时刻在自转 对不对 你在地球上是跟着地球在自转 对吧 你一直都是运动的啊 所以朋友们 我们还有另外一句话 另外一句话叫什么 另外一句话叫做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 那朋友们 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也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马克思曾经约过 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 他是从一个哲学的观点来去描述的 就是我们的客观世界当中 就没有静止的东西 对吧 你比方说躺床上躺一天不动 在床上赖死了 你也在跟着地球自转 对不对 那么我们所谓的静止 它都是相对静止而已 所以从哲学角度上来说 这句话它也是对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 在这点上我们说运动是相对的 静止也是相对的 那它是从什么角度啊 运动也好 静止也好 它都是相对的 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说的 这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说的 明白吗 所以到了高峰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打破原来的认知 我们要知道一句话 它是什么角度 它是什么语境 然后呢 再进行对错的判断 千万不要太死板 不要身担忆踏 听见了吗 好 所以关于每句话 不要纯粹一些字面意思 要留意它背后的含义 和它所持有的观点和视角 好 那么我们选了参考试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去描述物理的决定状态了 然后去研究我们后续的问题 那么如何选参考系 我们有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是可以随便选吗 当我想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随便选参考系 我是不是可以随便选 我是不是可以随便选参考系 同学们记住了啊 是的 什么叫认立性 什么叫任意呀 人生就是爱咋咋地 对不对 没有约束 所以选参考系的话 原则上说 什么人 什么东西 死的活的 香的臭的人猪 什么身 对吧 然后外面空的一颗卫星 都可以被选做参考系 比如说那我选自己行不行 同学们 你觉得选自己行不行 我选我自己 I love myself 选自己可以吗 我刚才说了啊 任意行 选谁都行 选都行 谁选自己 当然也可以了啊 只是你选自己吧 他就没劲 对吧 你不然你相对于你自己的话 那总是静止的 这是还有意思吗 没意思了 明白吗 所以任意性的话 是能选吗 能选 但选有劲吗 没劲 没劲我也没选呀 这就是任意性的意思 当然 那平时我们研究一个问题 我们的参考系统是任意选吗 原则上任意选 但是一般呢 我们都会选择一个怎么方便解决问题 我们就怎么选 明白了吧 比如说到秋一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个水中减草帽的问题 那么这个水中减草帽问题 只要我们灵活的选取了参考系 问题就具体简单 但如果不去在参考系上做文章呢 你找些就特别复杂 所以记住了啊 我们一般是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方面 怎么去选 但理论上参考系是可以任意选取的 OK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参考系呢 它具有标准性 我们一旦选取谁当到参考系 我们就默认这个东西禁止了 默认他禁止 然后看别的人相对他 发生了什么样的位置变化 如果别的人相对于他 两个人位置没变化 那么那个人就相对参考系也是静止的 如果位置有变化了 OK 那他就是一旦选取的 明白了吗 好 下一个呢 是我们的统一性 统一性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说 韩哥跑得比他老婆快 对不对 然后娟儿姐跑得比我老公快 那我和韩哥谁跑得快呢 这个不知道哎 因为我们的参考系统的不一样 是吧 所以当我们比较快慢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保证 是同一个参考系 比如说 韩哥比他的老婆跑得快 但是娟儿姐呢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也是一个体育渣 体育渣 那我跑得呢 比韩哥的老婆慢一点 那么这时候就知道了 韩哥跑得一定比我更快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是统一性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差异性 差异性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选择的参考系统 的时候 那我们摔的一种结果 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我说 我们就躺床上死一天 对吧 不动 相对于床 你是什么样的呀 相对于床 你是什么样的 相对于床 那你就是静止的呗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以太阳 作为参考系 以太阳作为参考系 你在地球上 地球正咕噜咕噜 然后太阳 对吧 你虽然躺床上没动 但是以太阳为参考系的话 你就是运动的 所以选择参考系不红 运动状态一般不会相红 这就叫做差异性 明白了 当然 当然 我们大部分的题目 只要他没有说 没有那个额外的说 他选了别的东西 参考系 我们一般情况下 参考系都是地面 我们所说的物体的运动 都是对地运动 明白吗 这叫潜规则 OK 潜规则就是 大家都是道上的 是不是 大家应该知道 我不说的时候呢 参考系就是大地 我说你在往东的 你相对地面往东 我说你在往西 就是相对地面往西 都是大地 为参考系 那么物理呢 有非常多的这种 潜台词和潜规则 你要是没点江湖地面 那你就不知道 那你这个题呢 就懵吕懵吕 一个人想很多 脑袱很多 但结果呢 用不公 但有个人告诉你说 这个词这么理解 高工这段 我们一般这么处理 那这事还不发现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行了 后面的事就比较简单了 明白了吧 好 以上是我们的参考系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段题 比如单纯收稿 能讲的吗 没问题的呀 今天讲过还可以抽筒吗 明天还可以继续讲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下页说法正确的就是 参考系 我们刚才讲了它四个性质了啊 我们来判断一下 好 来 开始讲题啊 诶 扎嘴巴已经发出去了啊 我们这个题目是单选还是多些 老师就不说了哈 你自己看这个题目来判断好吗 看这个题目自己判断啊 太阳从东方升起 对吧 地球 地平线为参考系 那么太阳 东升 西落 然后月亮在白云中穿行 那么就是白云不动 然后月亮在白云当中穿梭 白云为参考系 小小竹排江中游 竹排在江中游 这个是以什么为参考系呢 这个是以 咱们的山 或者是大地的参考系 对不对 这时候呢 竹排在江里头 所以江水呢 在游动 微微青山两岸走 山走起来了 这是以谁为参考系啊 山走起来了 这时候应该是以 船 或者传他们人作为参考系 对不对 假设传作为参考系的话 等于船静止 那么这时候山就在走啊 所以他们选择参考系 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参考系的选择 必须是相对于地面静止的物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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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般情况下 如果不额外说明 我们选择都是大地 或相对于大地静止的物质 作为参考系 但是你可以选别的 因为参考系的选择 是具有任意性的 对不对 OK 好 朋友们 那么这题我们就讲完了啊 好 再来一个 刚才那一个学份 多没拿着 我不要担心 这给你们多一点啊 来吧 先不先看啊 如同是体力摄影中追拍法的成果之作 摄影师眼中的清晰的滑板运动员是进取的 而模糊的背景是运动的 那么这幅图给人的感觉就是人是不动的 而后面那一片风景 那些树啊草丛啊 他们是运动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摄影师 他选择参考戏是什么 他选择参考戏是什么 他这时候是以滑板运动员作为参考戏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风景就是运动的 明白了吗 老师选大地 你选大地的话 那些风景那些树那些草丛 他们怎么会糊起来呢 对不对 好 所以最正确的答案是我们的C选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道稍微有点难度的题啊 那么这是我们参考戏这儿的南位调题了 好 各位看来看 说蓝仔子猪黄娃和黑猪等同学同坐在一列火车上 发现旁边的火车车厢在向东运动 哎 旁边的火车在向东运动 然后他们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烧题有点难度不能先给大家一分钟思考啊 先给大家一分钟思考啊 好 认真做答啊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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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已经做对的同学 我想问大家 这个题一共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这个题一共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只要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一共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有说三种 想的还啥了 好 我们一块来分析一下 这道题如果说按简单做法来做 那么其实这本答案很快可以跑出来 那么老师如果问大家说 到底这种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那目前答对的人特别特别的少 正确答案是五种 为什么五种呢 我们看到 因为咱们这个四人组 他们坐在火车上 然后旁边还有一辆火车 他们感觉那辆火车在向东走 那么这个情况有可能分为几类呢 首先我们分为一动一静 就是有一辆车在运动 只有一辆车在运动 那另外一辆车就静止了呗 对不对 那么来考虑一下 假如我们这个四人组 他们是静止不动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那辆火车应该往哪走 如果四人组不动 相对大地不动 那么这时候那辆火车 我们感觉那辆火车在往东走 那么那辆火车 它就是真的在往东走 对吧 真的在往东走 那么如果还是一动一静 我们那辆火车根本就没动 对吧 火车自己是静止的 那么这时候 也有可能是四人组的火车 在向哪走 嗯 哎 你说如果四人组的火车 在向西走 而那辆火车呢 是静止不动的 那么四人组看到那辆火车 啊 就在往后退 对吧 就在往东 所以一动一静当中 我们就找到了两种情况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有可能 两个都是运动的 有那么可能会说老师 你为什么会选两个都静止啊 有必要选两个都静止吗 两个如果都静止 你看我 我看你都是能让人生的静止 对不对 所以要么就是一动一静 要么是两个都运动 那么两个都运动呢 我们就分为两个人同向 如果他们都往东走 哎 如果他们都往东走 朋友们 这时候啊 假如都往东走 那么谁更快呢 哎 四人组和那辆火车都往东走 啊 但是四人组呢 感觉那辆火车在相对 他们往东走 那么谁更快 啊 当然是我们这个火车啊 另外一辆火车 他更快 对吧 哎 他们俩都往东 然后他更快 那么我们这个慢的感觉 那个欧巴塞 就往东跑 那问题吧 哎 那么我们两个都运动呢 有可能两辆 两辆火车都往西 哎 那么如果四人组和那辆火车都往西的话 那么这时候又是谁比较快呢 是给反过来啊 哎 这时候应该是四人组比较快 对吧 都往西 四人组更快 四人组感觉他在往东跑 对吧 哎 在后退啊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哎 两个人一东一西 如果两个人一东一西的话 哎 现在基本一东一西的话 那谁东谁西啊 对吧 肯定是我们那辆火车 它是往东的 然后呢 私人组呢 是往西的 这时候速度大小就怎么样了 就无所谓了 对不对 哎 他们一定是感受到的 哎 那辆火车在往东跑啊 那朋友们 有可能火车往西 私人组往东吗 这就可能了吧 哎 如果这么情况的话 我感觉这车都不往西流达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后发现 真正的情况有几种呢 哎 一动一静当中就有两种情况啊 然后两个人在运动当中呢 两个人都往东一种情况 两个人都往西一种情况 哎 一东一西又一种情况 一共有五种情况 所以我们到了高中之段呢 我们要学会做分类讨论啊 任何一个问题 当平衡中条件 较难得不够冲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自己把条件假设出来 按照合理的分类讨论 把最终的结果呢 给它搞定 明白了吗 好 那接下来我要再提一问一个问题了 同学们 如果A是向东的 B相对于A向C 同学们请问这时候 必有可能的几种运动状态 一二三四五 坐这儿 A是向东的 B相对于A向C 那么这时候B有几种情况呢 有人说五种 这时候还有五种吗 想想 因为A是向东的 A已经确定了他的一个结果了 那么这时候呢 B有可能是静止的 对吧 因为如果B静止 A往东 B相对于A是往C的 也有可能怎么样啊 B是向东走的 但是呢 比较慢 对吧 比较慢 那就相对于A呢 是往C的 也有可能呢 B就是往C走的 对吧 所以最后几种情况呀 对了 三种状态 明白了吗 所以分类讨论思维 非常重要 当中通过物理呢 把这种分类讨论讨论 讨论学习好了之后 以后我们碰到什么大项目啊 我们CEO同学们都可以搞定 OK 好 那么我们上半场呢 学了我们的参考系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休息几分钟 好吗 休息几分钟 我们来讲我们的这个坐标系 OK 现在是7点35分啊 那么今天内容还蛮多的 那么我们给大家休息 休息一个 呃 10分钟 休息10分钟之后 我们来下半场啊 那么大家刚才上半场有问题了呢 刚好可以趁着这会儿呢 我们来连个麦 好吗 好 在7点45分的时候 大家准时回来 OK 7点45分准时回来啊 好 上半场还有疑问的同学 我们现在呢可以抢个麦 打个疑 好吗 啊 然后大家休息完 记得7点45分一定回来啊 好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想抢麦的啊 大家这个时间收过得很快 这叫做快乐时光对不对 哎 总是过得这个飞快 如果是老师想的不好 那你会觉得逗人如年 对不对 来 想抢麦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来刷什么样的感 唱个歌 跟大家表个白 说自己在高中理想 都可以 有时候老师能再讲一下这点吗 啊 这点你需要讲啥 让我买成它啊 看看连行呢 哇 这么多同学 一个一个来啊 攒一口 喵喵 你好喵喵同学 老师好 你有什么 连到我了 嗯 连到我了 对呀对呀连到你了 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我表白我们班班 你的班班是谁呀 文家 文家是吗 嗯 我翻一下我们前面的那个照片哈 文家是一个帅哥是不是 对对 哦 你要等他文家什么 让他帅呢 他 我前一天和他交流 我觉得他特别幽默 除了幽默的 还有别的点 并且特别关心我们 哦 对 其实 就这位文家班班 对不对 嗯 对 好 文家班班 那就是妥妥的一位幽默暖男是吗 嗯 好 那最近七天在幽默暖男文家班班 还有徐爸军姐的加持下 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 好 谢谢老师 加油 嗯 老师再见 哎对吧 大家如果还没有加班班微信的话 赶快去加啊 因为从今天开始 美音讲的手写笔记 转转转转都会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呢 给大家一个密码啊 给大家一个暗号 大家凭密码 暗号 就可以去找班班 领取我们的手写笔记啦 OK 好 我们再来两个麦啊 红眼同学 你好 你好 哈喽 能听到我的话吗 呃 怎么没有声音 红眼同学 什么情况 那就下次再聊好了 下次调试一下设备啊 红眼同学 下次咱们再找机会啊 来 张恒同学 嗯同学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你好张恒 有声音这么小 有什么问题吗 嗯 声音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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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听不见了 哈喽 声音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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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家网络有点卡嘞 那我先先点下麦了啊 下次下次你家网络不卡了 我们再连啊 姐妹你太差了 连了好几个都不行 我再试试啊 东坡肉的瘦肉 这个名字好 哈喽东坡肉 你好 老师好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哦 我被连上了吗 对呀连上了呀 大家都能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 我 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 好 那你给大家试个字文 你稍微试一下 你高的目标是什么 我啊 我想考这大 想考这大啊 可以可以加油 老师今年班里头有一个同学叫陈俊阳 他今年是考了697还679啊 我记不清了 然后他的物理呢 在浙江那边是负分至100分考了94分 然后前两天呢 刚刚给我看了他的通知书 上了浙江大学了 等于2022年上浙大的时候 他应该知道 他就做大四了 我希望你们能成为校友 哈哈哈 好的嘛 好 加油 加油 谢谢 好 你会让我希望 三天之后上浙大 再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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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跑的莫名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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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好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那你要给斑斑表白吗 还是要做个做个介绍 那我想让斑斑表个白吧 你的斑斑是谁 沐熙斑斑 哦 我们长得特别美 特别有气质的 沐熙斑斑是吗 对 好 就是娟娟姐负责课上 然后沐西班班 我们家班班负责课下 我们一起来陪伴大家这三年 让他们能够走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 OK 加油 谢谢 其实各位班班他们最近工作 我知道节奏都很忙 虽然说他们 说是九点钟下班 但是由于我们上课比较晚 然后给大家发资料 上完课就给大家打理 那么他们会绑到很晚很晚 因为每个服务学如果问题的话 慢慢要一个一个解答 那么都需要时间 但他们都非常认真互相负责任 我相信正在教育他们非常的珍惜 然后非常精彩地在付出 所以才有这么多同学要给班班表白 那么接下来三年高中生涯会很累 会很累 刚才说了高中真正的竞赛开始了 但是呢有班班陪着大家 有娟姐陪着大家 那么用知识大招为大家的加持 用贴心的服务 然后为大家的加持 相信大家能够把这三年过的忙碌又充实 然后非常的精彩成为你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有人说老师高中的题是不是不会标单选啊 对啊有个时候就是不标啊 不过高考会标的啊 高考会告诉你前面这几道呢就是单选 然后后面那几道呢至少我两个选项是对的 当然我们的实验题啊 高考试园当中的实验题部分呢 那个部分就无所谓单选题了啊 实验大题当中的一些选择题 那个是能靠自己来判断 明白了吧 当然 我觉得真正的逻辑训练就是 题目不告诉我是单选或多选 我通通过知识和逻辑的推断 然后呢最终决定 从判断出正确答案是什么 最后面有的时候不必特别纠结题型啊 到了高三 我们给大家讲MVP模式的时候 然后呢和砂锅模式的时候呢 会特别抽到题型 我给大家讲讲什么叫MVP啊 什么叫MVP方案呢 MVP方案叫做最小可行性方案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对到选择题 对到选择题 我们首先呢要看它是单选还是多选 那么如果是单选的话 那种捆绑选项就是两个都是错的 什么叫捆绑选项 就是如果A对B也一定对 他们俩是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那么这种可当选项呢 肯定不可能是单选题的那个知识答案 对吧 那么这种呢就被我们删除掉了啊 或者是单选当中有一个你认为非常的正确 200%的确认它非常的正确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不看别的选项 把时间控制了 做更多啊 能够提高你得分区域的题 那么这时候呢 你也可以来用的MVP方案啊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 你比方说一道多选题 对吧 到多选题 你确定有两个特别错 对吧 两个选项是特别错误的 那么这时候呢 另外两个选项你拿不准 你也必须把它们选出来 因为它是多选题 对吧 这种方案就是MVP方案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求一道题 不需要做这个透 我们去考场上做一半 如果能把政治答案给它订出来 那么就不需要做全部啊 那么如果我们是在高一高二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要MVP方案 我们做题呢 要用的是砂锅模式 那什么是砂锅模式啊 砂锅模式就是 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 A B C D 每个选项的考点是什么啊 那每个选项对是对在哪 错是错在哪 这叫砂锅模式 当我们学习和探注的时候 我们用砂锅模式啊 这样做一道题 它能把要题之中做透 最大程度的去消化吸收营养 但如果是考场上 那考场上就要用MVP模式啊 争取题就读了一半 没有进行复杂计算 然后这题目我们就登出来了 明白了吗 这是两种做题思路 好现在我们已经七点四六分了啊 我们准备做我们的下半场了 我们回来了吗 来领个红包 我们下半场继续啊 高一高二领着大家好好搞你的杀锅模式 让大家识得特别透啊 这点长得特别全 一个小体系一个小体系 给你们进到脑子里 到了高三呢 告诉大家MVP方案该如何高效使用 让你在考场上的题目不用做完 不用麻烦计算就能够快速得分 好吧 所以这是两种生存技能啊 先拼实力后拼技巧 好 红包领完了 我们来上课了啊 来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我们的坐标系 什么是坐标系 很简单 我们为了定量的描述物体的位置和它的变化 那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坐标系 一个坐标系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精准的描述你在哪儿 啊我们能够精准的描述你在一段过程当中 我们的位置到底发展什么变化 往东走了往西走了 对吧 等会脸呢 哎 那么 所以坐标系NA 就孕孕而生了 那么这件有几种呢 然后坐标系我们目前接触到的三种啊 第一维的直线助标系 二维的平面直角的第一 还有三维的立体的标系啊 当然不管是哪种坐标系 坐标系本身呢 都有三根基本的元素 那就是 圆点正方向和单位长度啊 那么以前我们描述一段运动的过程 我们可以说物体从A点 然后呢移动到了B点 物体从这儿移动到了那儿 那同学们这个太感性了对吧 它基本上呢比较模糊不够精确 我们到了高中之后呢 要把初中的定性思维 基本上全要变成定量思维 我们要更精准 我们要更精确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坐标轴 这个坐标轴 那么在这个坐标轴上 比如说我定义为这个点去远点 好吧 然后向右呢为正方向 那么我们这个A到B的运动过程 它们这个位置的变化 我们应该怎么描述呢 我们从哪儿到哪儿啊 我们说那原点有了 A所对应的那个坐标位置 那个表示啊 正的1啊 那B所对应的位置多少呢 是不是正的5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描述啊 它就在我们这个坐标轴上 从坐标为1的人 跑到了坐标为5的点 明白吧 那么如果我想换一下啊 反正我想把圆点呢改一改 然后把圆点放这 这是圆点 好 你们那么请告诉我 我如何去描述A到B的过程 我从哪儿到哪儿 我从哪儿到哪儿 如果我现在标的这个红色的O是远点 那么这种情况下A所对应的B所对应的坐标是几啊 那就是从负2到正2 对吧 从负2到正2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注意到有负号出现了 那么我们这个坐标的正负跟我们的大小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说坐标的正负跟大小没有关系 并不是说负2就比正2要小 正2比方要大 这时候这个负号它仅仅表示的是我在什么呀 我在我这个坐标轴的负方向上 对不对 在坐标轴的负方向上 正负号 正负号表正方向 负号表是负方向 OK 好 那么掌握了这个基本的啊 这个三要素之后 我们先来一维二维三维 我们先看一下啊 我们应该如何立功标标系更精准的描述我们这个机械运动啊 表示我们这个位置的变化 好 邓老师一块来看这个啊 物体延指线重时 以下图为X轴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从A点运动到B点 从A点运动到B点啊 好 那么位移动到XA怎么表示啊 XA不就正3吗 对吧 XB呢 有负2呗 对不对 所以就正3米 负2米 那么要写啥啊 好 当然正3这个正号不写也是OK的 一般我们把正号把它略掉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二维 二维的平面指表指标系当中 我们要想描述一个物体的位置 这时候它的一组坐标就得有两个指了 对不对 比方说现在物体在C点 那么C点的坐标应该怎么描述啊 哎 它的横轴X轴对面是3米 它的Y轴对面是几米啊 2米 对吧 所以它的坐标 所以它的坐标XA就是3米 YC就是2米 那么通过这两个数 我们在这个平面上就能够精准的定位 我们这个C点到底在哪儿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更多的时候会看到这种三维的地体 对应的坐标是什么 我们把地点的这个坐标 先往X轴上移 多少呀 X轴上是2米 对吧 然后把地点坐标 再做一个垂直 Y轴的虚线 对应的Y轴多少呢 也是2米 对吧 那么在Z轴上呢 哎 我们发现它在Z轴上的坐标是几啊 是0 对不对 哎 咱们这个地点它基本上是在XY平面内 它在Z轴上 它并没有在Z轴的正半轴或负半轴的位置 它相当于是在这个Z等于0的这个平面内 所以这时候写0就可以了 写0就行了哈 不需要在单位 明白了吗 好 那么这个坐标器我们掌握了之后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这样一道题 说一个小球从距地面4米处落下 这是地面啊 这是地面 距地面4米处呢 就这个高度 等于4米 哎 然后说被地面弹回 然后在距离地面1米高处呢 被接住 所以我们换个小球 啊 离地面高度的4米 跟地面碰了一下呢 就弹回到了 距离地面1米处被接住了 啊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 我先下来 然后我又上去 好吧 然后现在问的是 小球的抛出点 落地点 还有接住点的坐标 分别是 啊 然后我们先看 他把圆点给搁纳了啊 嗯 小球的这个 坐标圆点定在了 抛出点 正下方2米处 抛出点 在这儿 正下方2米处 在这儿 这是圆点 哦 然后向下为正方向 哎 好了 那么呢 那这个题 我们就可以做了啊 抛出点 来吧 注意 这方系的三要素 圆点 单位长度和正方向啊 咱们一般情况下呢 单位长度 经常的是什么 1米啊 对不对 哎 然后正方向呢 那么你就要看题里面 什么规定的啊 这个是人为规定的 好吧 圆点也可以换 都是人为规定的 单位长度也可以换 看怎么研究问题方便 怎么来啊 好 我发现你票人错哪了 朋友们 他说得很清楚啊 坐标圆点定在 抛出点 正下方2米处 哪个是抛出点 对吧 这个叫抛出点 对吧 抛出点 正下方2米处 是圆点哦 然后向下为 坐标的正方向 所以抛出点的坐标 应该是多少呀 嗯 抛出点的坐标 应该是负2米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这个坐标 是负1米 然后是零 然后是1米 然后呢 这个点是2米 对吧 这个坐标应该 这么来标的 所以凡是选A的同学 你们都没有 重视正方向 拿自己 叨叨叨自己的尾巴 是不是这样 不应该这样啊 细节决定命运 同学们 性格决定命运 细节决定人生啊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错了 6分没了 6分1万人 跑到你前面去了 1852100 你回来又连了 有时候老师 我默认香港的证 读习不细啊 好吧 题里面说很清楚 向下 为坐标准的正方向 同学们 做题的时候要客观 客观什么意思呢 你要看题里面怎么说的 你不要自以为是 自以为然 好吧 尊重客观事实 OK 好 这题我们就过了啊 比较简单 选C的同学是比较少的 大家尽量在A的这儿徘徊 选A同学都是为这个正方向 默认身上有这样是错的 不要看题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大家的这个时间